在广东来说 做早茶的生意非常非常好 晨光浮现 城市也慢慢睁开了轻松的顺眼 在广州 一场特别的晨间生活秀 即将上演 让人们耐心等待又争先恐后的 是自己最熟悉的那张早茶台 泡一壶茶要两份典型 老广人的一天是从一中两件开始的 他们管这叫炭早茶 一个炭子寓意享受 尽得风铃 然而与前庭时刻们悠闲自得不同 后厨却是一番忙碌景象 点心厨房 是粤菜厨房的重要阵地 皮头肉痰的虾脚 质地干爽的烧麦 松软香酥的蛋挞 无数耀眼的早茶点心 在此诞生 但这次 一笼叉烧包 却成了几个年轻人的难题 谭广林有几十年点心制作的经验 是厨房里的核心人物 叉烧包是粤式早茶的经典味道 其灵魂就是叉烧馅料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起背后强大的叉烧家族 在广东 将猪肉或者秦类 用酱油 盐 糖 酒等调料进行腌制后 插在特制的叉子上进行烤制 叉烧由此得名 叉烧包的馅料是叉烧的缩小版 每咬一口 都是裹着浓厚酱汁的香甜味道 我们在广东来说做早茶的生意非常非常好 像我们那个叉烧包 要不要试一下 老广喝早茶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 在古代 广州城里流行一里馆茶水铺 人们只要花上一里钱就可以喝茶吃点心 来往商人都愿意在此停留 交换信息 洽谈生意 尝此以往让广州早茶 经久不衰 擀面皮 北方的包的话是不开口的 我们是那个笑口的 开口笑是老广人对传统叉烧包的最高要求 只有当面皮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发酵 蒸熟之后的包子才会自然裂开 形成三片饱满的花瓣 那大咸大甜的味道 配合起来会很丰满 松软的面皮搭配咸甜适口的馅料 叉烧包是老广人熟悉的家乡味道